作曲 李宗盛 我的角色如何被保留 是与非那些虚靠 明明有你谁却拥有 所以从未尽靠 你的背影应已在我身流走 尘埃地会放我自由 某年某月以后 仿佛身边的雪尖口 冬雨里竟紧压微笑 仍然是战斗 某年某月远走 却等到这天回首一切作异点 拥抱越长久越角飘近 像黄色豪架 想不想跟我合作 我就陪你一起玩吧 看你雷龙真是想令你弄走 雷龙这个肥猪屋 绝对不会轻易被你抢走 如果雷龙可以留在帝国 以后每一部电影你都是女主角 其实我也觉得她比较适合在帝国 真棒 好了,够了,你们慢慢 碰到碗饭了 不碰了 最近胃腩、肚腩全部出来了 我还没结婚 多吃几餐,我真是中年发福 到时候没人要 不过坦白说,阿嫂 大嫂,你的手术真的这么多年保持水准 当然了,我大嫂 你喜欢吃,应该多吃点 不要了,够了 来吧,吃吧 谢谢… 其实你也不用怪我自己这么老 闪下眼睛,你和我差不多 不是吧 你别这么说 否则我不管,你大哥反对就追了你 是 小女孩,你可不可以教人吗 有什么所谓 我一直都是一个说字 这么多年,在我身边 真的不少人出来了 有连沙煲兄弟也坐不上一围 有什么看不下 吃饱了吗 我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到厨房 我看看有没有糖水煮好了 慢慢坐 走吧 我吃饱了 怎么样,洗光了那些人 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 没事吧 这几天整天都咳 没事,可能感冒难了 你保重身体 不是十八二十二的了 我叫兄弟的 你现在数了,真的没几个 怎么样 我说把温市的股份 买回给阿婷的事 想得怎么样 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很累 我很想在退休之后 就算没有女人陪我过世 也好 可以到处吃饮吃吃 打吵吵 找你,找阿婷 想想当年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明白你 为什么会说完你的话 现在我们星期刚刚开始 好 阿婷 我不等你 我已经开始觉得无忍 觉得苦 其实坦白说 有没有好斗 为戏的 大家年纪都不小 为钱 大家又不是没有 要为名的更加无忍 想找温市买饭给阿婷 阿婷 他会反对 为什么你好像听他跟我说 多过听我说 那大家都是生意上的拍拖 我希望做任何事 都是得大家同意 才能处 那我和你加上二比一 说到事了 问题是你怎么想的 我真的感冒 好 我答应考虑给他所有东西 但是雷龙要留在帝国 否则什么都没法解决 但这件事决定权 不是我和你和阿婷身上 决定权在雷龙身上 就这么决定 不要再说 杰 我已经让步了 我疼不疼 我先饿药 你拍完死亡情绪之后 我想和你一起飞过去美国一次 和EPS Studio正式签约 然后我的计划就会尽快进行 好 这套我们公司的创业作不容有失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整套电影 用荷里活的摄影师和灯光 怎么看 裘叔 是不是有话想说 裘叔 你帮我做事 有意见就要出声 我没有爸爸给你工资 我反对 反对吗?你说完才行 我做人是公司分明的 现在我说是站在公司立场说的 创业作假得有声有息 我贊成 但不可以洗脚不抹脚的 找个洋佬摄影 给他住酒店、给津贴 一阔三大 拍出来未必比自己好得好 我觉得无谓浪费这些钱 好,有道理 就这么说 用一本的摄影师 那好吧 就这么决定,裘叔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一个人好像回到初 在搞瘟事的时候 有点害怕 但又很兴奋 那我恭喜你 你懂得这么想 就是证明你还年轻 先说一会 第一拍拍什么好 我想过了,我看过不少剧本 我突然想你突破一下 拍一部文艺片 七哥,拍文艺片? 不行,裘叔 你又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这次我站在观众的立场 七哥,每一件事要试 我贊成 但你找雷龙拍文艺片 危险一点 裘叔,看人不要看表面 其实雷龙为人也挺感性 是吗?你又怎么看得出我感性? 就凭你在华人巴 喝醉乱说话的时候 到最后,你也没有离开你太太 事关每个男人 总是有些东西放不开 大家这么说 你桌头够常常摆着你太太的照片 不知道为什么 我常常觉得她还在我身边 可能就是因为她过身之前 是没有任何的跡象 是什么意思? 她一直都在美国昏迷 有一天突然之间她就上回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谁知道有一天,佳贼死了 怎么会说的?这相怎么说? 他们的解释都不太清楚 或者真的是命运 命运安排了我要飞过去 见她最后一面 哪有命运? 不错 不错了,我在美国有很多徒弟 各行公司也有人面好说 我叫他们帮你查查发生什么事 不用了 人家死了,我老婆不想去追究 你不怕麻烦我 现在又不是我去查查 我用他们去做事 好,谢谢 谢谢 你们说到现在都没说实 是不是拍文艺影片了? 观众的立场都说 不喜欢我去雷龙拍文艺影片 到底拍你做什么? 雷叔,我都知道你很不喜欢我 知道但是我很喜欢你 温先生就好 有你帮他做左右手 其实雷叔帮我只是帮你 好,为了我们三个月 合作愉快,一起喝杯 好,来 喝杯 合作愉快的拍檔 喝杯 我也先走了 阿堅,你别搞得这么晚 有时间捱,老伙 走了,九叔 九叔,雷龙真是一个好的朋友 我知道了,七哥 我会尽量忘记他怎么对阿堅 九叔,现在公司在开什么戏 我想去看看 应该在开左千万,还有红红 不过红红刚刚回来拍 七哥,你也别下去了 免得多事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我帮他去看看 不要紧了 八风流刀 二十八场, take two 开始 那些劍已经在日积的时候 扔进葬心囊 现在的慕容一点红 手中已经无劍了 手中无劍? 为什么这么大杀气? 难道劍在心中? 没错,劍已经在心中 由你当日杀了奔马堂堂主的一刻 我已经决定报仇 但是我把电盘不肯 因为牵系会杀友情的人 友情,本事无情 无情,本事有情 红红红也像这些样子 Cut 红红,你干什么?拿来 拿来 拿来 谁放你真酒下去? 阿强,是不是你? 不关我事 或者红姐自己倒下去 她不止一次 给我 给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开了个厂,不准喝酒 关你什么事? 我是要喝 不可以的 给我 老板 你先出去 你别看着我 你别看着我 你不要再喝 你喝一杯酒可以差你这么深 为什么你自己的命 可以那么容易放心 我不要做什么 周英雄 我不要 我知道 我现在的养神真鬼 我懒乱一杯 我多谢你 多谢你 你欺负了楚导演 给个女主角我做 但这些不是我要的 你不要看着眼神 你不要看着眼神 看着眼神 我望着眼神 我看着你自己 那天像什么 是不是 就这样 你聽我說, 你的第一步 就要自己賜回那個人 你還想做年後人, 我可以幫到你 我捧你第一次, 我就很可以捧你第二次 但你要自己去快點生日 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防誰是幫不了你的 做得到的事, 就是要戒走 你別再作戰自己也好不了 好, 我不再負責自己 你讓我留在你身邊 我沒有 就算不讓人知道也不要緊 我不介意的 怎麼樣 走, 我不想見到你 你快點走 不要走, 我真是想為你好 你是我誰, 我不用你關心 你不走, 媽 你不走, 你不走, 我死在你面前 你走不走 陳國, 你沒事吧? 我怎麼會有事呢? 陳同學, 今天還有多少場戲要拍 今天只有這一場而已 但又不知道等到他何時才能醒來 阿強, 叫他工作人員下班 好 各位手足, 下班 赤哥, 我想過了 洪洪當然不行, 不如跟他解約吧 我不贊成 坐大道, 你不是想拿屍上身吧 不是, 我坐千萬班, 我又要照顧他 洪洪有問題, 只是我有問題 我仍然覺得這個角色是最適合他的 所以我不贊成滿意 那也不錯, 蔡導演, 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們溫氏給個不少機會洪洪 但是洪洪也為了溫氏欠個答應 我也很想你幫他 七哥, 其實你也不用這麼上心 洪洪弄成這樣也不關你的事 很多人都覺得 溫氏就像是一個大家庭 浦洪是我的手捧出來的 他在我眼中 我已經把他當作是我的女兒一樣 就算自己的子女也這麼說 他要懷著上來 做父母的, 一樣管不了 九叔, 你又做甚麼 又到你煩了 一點點吧 不過你不用理我, 我一定能做得好 能做得好就不會現在這樣 你別這樣吧, 更加在那裡煩甚麼 沒有, 我有時想起阿堅這個臭小子 總是覺得有點不自在 不是, 阿堅是一個聰明兒 我擔心他聰明兒 你知道他現在幫帝國打工 帝國又帶給溫氏這麼多麻煩 總是有點不安心 有甚麼值得不安心呢 九叔, 他早日有一天 如果阿堅是帶帝國打贏溫氏的話 你應該值得開心 怎麼會呢 我怎麼會被這個臭小子這麼做 長江後浪推前浪 是老就要認老 是命就要認命 九叔, 我不會介意的 七哥 如果我的兒子有你一半氣量 我再求我放心 現在就要靠你這個老爸去教他 哪有時間 我又忙,他又忙 他比我還忙 這樣吧,九叔 娶回一個好老婆就行了 千萬不要 一說起女人這家事,我就頭痛了 過一次,見過鬼也怕黑了 停 阿秀,你休息一會 我們拍下一個鏡頭 謝謝你,導演 守姐 怎麼樣?阿龍 還沒有你嗎?打起來有兒科 甚麼? 一勞指甲 一毫半 殺你 來吧,你先 導演,過來 是 蔡先生 拍鏡頭拍甚麼? 那手是在樓上跳下來的 但我們先拍了替身 替身?不是吧 我們帶過的戲一向都要實踏實踐 你沒教練 行了,導演,我自己來 那來吧 好嗎? 行了 待會兒我會先擋一拳 快點吧,行嗎? 老機,來吧 好,下一個鏡頭 不是吧? 斜手斜腳,來吧 誰 斜手斜腳 是呀,真不好意思,蔡老闆 剛才在那邊讀招 打中你嗎? 只有一隻眼,你能讀甚麼招 看不見嗎?再一次給你看 蔡先生很新手,這樣也能避開 有心裝沒心,才能避開 真好 蔡先生,有一個美國常途電話 打來找你幾次了 不過我叫你打來你的辦公室 最好你回去辦公室等一會 你的電話會比較好 謝謝你,阿龍 我多事而已 待會吃飯家送我的 是,蔡先生,謝謝蔡先生 喂? 可以了,你自己小心點 有甚麼消息通知我 嗯 大嫂 不潔啊,阿堅來了 看來你真的病了 希望小病是福 是呀,有空我也要病了 文希吧 出去了,你找他嗎? 不是,只是找你談公事而已 你說幫我拿鹽嗎? 好啊 阿堅,我幫你多一碗粥吧 不用了,大嫂,我既然走了 有了 甚麼事 剛才收到美國的消息 有人要查溫月亭太太的死因 誰?警方嗎 不止,特伯娘也有 全部都是雷龍的徒弟搞的 我看雷龍和溫月亭的關係 真的很密切 如果沒了雷龍的話 我一定會損失很大 我和你都會很不碰 看來我都要好好把手結合 你又想怎麼樣 如果你覺得這個責任又要由我負的話 沒所謂 反正一件污兩件污 阿杰,嫌 你沒事吧 我沒事,我在談公事 你先回去 你沒事吧 必要事了,雷龍一定不可以在這兒 你到底想怎麼樣 不行的 帝國要靠他打進國際市場 你知不知道 你不是吧 沒了,沒了他便找其他人 你現在還打算其他人 你想想你自己吧 我真的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不想做事就幫我做 反正 沒有理我,沒有今天 大家都同一條船 沒得回頭了 阿堅 阿堅,總要知道甚麼事也好 你小心點,不要亂來好不好 你放心 你放心, 未到最後關頭 我都不想發生甚麼事 我都想大家有好日子過 對了, 你有空病一下 吃老婆的工作, 這樣就更好 我也想雷龍幫帝國賺多點錢 行了, 我回帝國, 弄完首尾, 先走了 溫先生, 雷龍 對, 雷龍, 我剛看見一個功夫喜劇的劇本 我一直都很想教這一類戲 不如這樣吧, 我叫人拿過來給你看看 遲點吧, 我查到一些事關於你太太 查了甚麼 就說我在美國有個徒弟做醫生 他查過你太太的病歷, 說不是很合情味 他懷疑有人改動過 你是懷疑, 不是因為病而死 懷疑而已, 我還在調查 有消息再通知你 我保安,請 還好,快 好,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好像说药物中毒,他不是自杀吗? 看来不像,但是一人记得跟医院上下疏通一下 我不想这件事养出去 行,我会,不过话说话,他会不会醒不回 生人?你别生人不生胆,好吗? 话说话,这不是一件好事 免得为这样的人争来争去,安乐老过 不过了,好吗? 搞笑而已,不用认真 雷龙怎么样? 刚刚急症室出来了,医生还在看他 医生,雷龙醒了回来 雷珊有服食肌肉强化剂的习惯 而这种药就会使得心脏的负担增加 只要他停止服食这种药 休息多一点,应该就会没事了 可不可以去看看他? 可以的 不客气,医生 我想你不会让他进去 阿杰 我又说错了 对不起,阿龙不想见你三位 他只想见翁先生 你什么意思? 翁先生,谢谢 面色不错 果然是香港有史以来 最受欢迎的武打明星 你当是笑我? 我这样的样子 你又被影迷和童子看到 我什么架都丟掉了 放心吧 只是小事而已 阿杰他们应该搞定 不过这些药 如果我可以不吃的话 就会不吃 这些外复权的流行 幹什么 我可以把事情当钓到 上面喔 我需要钓到 是在海内装 确icy software 展示 字幕 RP 最后 一直 exp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告诉我 為何瘟事的人入院 和其他的人不行 因為我現在不是瘟事的人 我是雷龍的朋友 是嗎? 聽說裡面那個是其他的人 而且裡面那個是病人 他是應該有權不見人 或者選擇休息 再見 見 算了 人家不想見那些 那些是沒有人 我看他是不是這麼大牌 這樣對老闆也可以嗎 可能他已經不當我們老闆 我想我又決定放棄帝國 如果有一天 你發覺你努力了半輩子得到的東西 整天都沒有了 你會怎樣 我不會被這種事發生 那就是說 無論要付出任何代價 你也要保持原狀 錯 我不要保持原狀 我要繼續向前走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但如果不是這樣做 你卻沒有其他事可以做 那你呢 你要告訴我你會怎樣做 我 我和你一樣 他的手法不同 我比較喜歡用簡單的 直接的方法 就像你對付阿贏那樣 阿堅 你在每件事之前 有沒有想過後果 你用甚麼方法 清除你的障礙 最後都要面對的結果 你又想怎樣 我真的不想再有任何人受到傷害 我都說我喜歡用簡單 而又直接的方法去做這些 沈先生 我今天才發覺 原來你是一個很有良心的人 可惜 我不是 行了 我知道要怎麼做 對了 我之前不是跟你提過 雷龍的徒弟 所以在美國查方案 跟太太死人 我想你沒有人早知道 其實我做這麼多事 不是為你 為我 我這次來 只知道會有一個聲音 我會看不見 愁生 你是不是在想 用甚麼簡單以後 直接的方法對付我 對不起 這方法對我沒有用 因為我早已有準備 我不會讓你一個人 放棄到 阿龍,你又偷通了嗎? 少許 先去坐吧,你沒事嗎?行嗎? 經常都是這樣 一會兒就沒事了 來找我做甚麼 對,豪仔想你陪他做功課 好 慢著 甚麼事? 甚麼 是罰,你戴著吧 他們說誰戴著就會保佑著誰 我老婆是鬼婆,你何時相信這件事 我只是求個安心,最重要是平安 好,我預告我24小時戴著她 好,我一定平安無事 對不起 對不起甚麼 對不起 對不起甚麼 對不起,經常要你擔心我 對不起,我這麼少時間陪你 對不起,我只見到這個不開心 聽電話 聽電話 喂? 好 是,請等等,麻煩你 誰 你的徒弟是成我 喂 告訴豪仔明天一會兒出去找他 好 好 你好,阿成 師父,我找到黃營的死因調查幾乎 裡面寫得很含糊 我懷疑有人做了一手腳 另外,終於被我找到 那天在煙停車場 和入口的閉路電視拍下的照片 在黃營死前十分鐘 有個男人進入過她的房間 離開之後沒多久 就發現黃營死了 聽到甚麼 馬上拿出所有證據來香港找我 好,你親自拿過來找我 喂 自己要小心點 好嗎 小姐 小姐 你怎麼樣?沒事吧? 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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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 明明就好了 龍哥踢了我的腳 你借我那一桌 之後他再押過來,你才躺下 你不借龍哥 我這陣子經常開東西 我這陣子經常開東西 開甚麼?你只乖跳舞就真的 開甚麼?你只乖跳舞就真的 你只乖跳舞就真的 待會我再拍過多熟悉的節奏 那些時間 我未必能扭到腳 不會,龍哥 不會錯的 醒目 對不起,龍哥 記住了 阿威 出來吧 阿威 是 Tik2,由你相機踢我 拍到再踢你腳開始 小心,青龍 死亡傳說 二十三場,鏡頭十八,Tik2 Action 你怎樣?想休息嗎? 甚麼?龍哥 沒事,我沒有喊咖啡 怎麼過來,利哥 你當我要休息,行不行? 大家休息十五分鐘 倒杯茶給龍哥吧 你怎麼搞的?龍哥還沒做反應 你怎麼隨便中滑去? 那你叫我… 我沒叫過 對不起,龍哥 辛苦了,各位,先坐一會 喂,杯茶這麼久? 拿杯茶來給龍哥 喂 怎樣坐?龍哥 先量一下 這樣就會呢 龍哥就這樣 然後呢 龍哥,喝茶 謝謝 阿偉,拍了 好,是,龍哥 快點拍吧 快點拍吧 小白先生 剛才聽你說的地址 是否真是雷龍的家 你是他的英迷呢 我是他的徒弟 七敬七敬七敬 放心吧 你千夫很快下來陪你 喂 喂 我以為你沒這麼早走 今天有徒弟在美國過來探望我 你不是想著我遲走 所以你早走,是嗎 你快點拍吧 你快點拍吧 不用了 順路而已 我們還好朋友,不是嗎 喂,你幹甚麼 你沒事吧 你為甚麼要跟你去醫院 好暈啊,幹甚麼 不如先去坐下 開車 小心 走 走 走 你怎樣 要不要叫醫生上來看你 不用了 不忽然也是這樣 你坐一會 我拿你的腰毛巾給你 收 收 麻煩 喂 好些了嗎 我們的毛巾還在 是呀 你還有些事在 過兩天吧 我找人拿回你 我自己也沒想過會再想你 你放心 我不是在那裡 你也沒想甚麼 我只不過覺得 有些事應該放在心裡 會更加好 真的 收 如果我們倆還可以從頭開始 你也沒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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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事 不要說了 但我很想知道 收 你怎樣 我好暈 不如進房間看看好不好 來 慢慢 慢慢 不要 怎麼了 你躲上床 先坐一會吧 小心 怎樣 行了 小心 傻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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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真是沒用 國際武打巨星又怎樣 連自己喜歡的女人 我都不可以令她開心心 沒用 我們開心過就行了 真的 你已經很成功了 你休息一下 我出去煮碗粥來吃 不要走 我想你陪伴我 你整夜做些方類 我不用擔心你 好嗎 你別答我的問題 如果可以再重途開始 你到底會不會再和我一起 叔 你 你會不會再和我一起去看 叔 我們還是朋友 你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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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你 你對我來的 這是甚麼 這份是一個叫黃營女人的病歷表 還有她最近的病理分析 最重要的是 她在醫院裡面 閉路電視拍出來的照片 阿龍, 站起來吃粥了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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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與去 情至緊湊 始終看你看不覺 我們的角色如何被保留 事與非那些虛靠 明明有你 誰卻擁有 所以還未求求 你的背影 應已在我身流走 塵埃地 會放我自由 每年 未來 發生 today的 雪 在佔下 一 tongue 到這幾乎 寶寶 裡 嘲笑 在兩聲